各地北国各地区区的历史文化可以用选保证 一百空新年 乡公司委托藏家学者 与台湾苏管大学历史研究团队 来进行变成各地区区的行业 经过两档花的时间 这本职也议定在这个年代可以完成 家族政党的五身经贵心进程 就委托朋友将一些以前的古兴品来提供给公司 为主公司也将这些商品来专注 要请民众作为协作来释測商品来面的故事 国家主要有经历的资源风景以外 也是一个充满理数文化的所在 历史的乡公司委托藏家政党的文化资产 跟民众风景流传下去 就收集白资的资料 在两年前 乡公司就邀请台湾苏管台下的理数研究团队 来进行国家乡家边下工作 缅怀过去 我们要珍惜现在 如果要创造新的未来 传承我们国家的精神 让我们的怕孙杂说 我们国家人的国旗 勇敢 因为受到救力的大地人的影响 让当地政策重要的资料都消失了 加上要找到了解当地理数的董事人 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任务 也让国家乡家边下工作的困难都变得很大 所以跟需要民众的到三天 提供相关的商品和资料 只要说你如果有提供你的古商品 还是说我们的故事 我们就可以送古坑精神的替代 这些非常有意义的明信片 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故事 可以有一个温度 有一个怀念 在国家乡家边下工作的过程 经由很乡女娜心情的味道 有民众就提供一些古商品 记录在早期公所的工作人员 乡女娜与娜资民众 最后来完成这非常定規的故事 有很多碰位 就是希望我们和幻子来公所 还是来博士館 来把我们的阿公 或是阿嬷跟他们进入握 今天出来我们就把这个名字贴上去 贴上去后我们的董事馆会送他一丁像这样有意义的这个胸皮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国家乡织以够在今年就能完成 让阴望乡民拥有来提供报告的资料 让这本菜可以检查的环境 除了借助保障丽数与文化以外 也将国家当地的精神团兴下去 记者创上您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